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個台中市 新興的建案 是用豆瓣上店的方式 下面將來買廚 看廚 這個新興的廚一樓的店面 幾百都是掛那種連鎖店家的工廣 但是沒在營業 再上一次看 這個工廣都是縫的上標 原來是建廣 為了要營造生活機靈 很好的建廣 所以在這個店面 那種縫的工廣 營業已經違反到工廣 交易法 冷凍保安十幾百的店面 這樣看過有超商 有營業店 還有通訊行 只有生活機靈 這裡面 不過看一個人 這都是價營業店的 營業店的營業店 變成五十方 所以營業店變KO 而且沒半間 真的在營業 很方便 結果是變得很失望 在地人發電工廣 一切都是價 說真是夢 像這種的雞腳擺 又出現在南屯區的荷南路四段 店面就沒有意味真實 一路的店面 卻是掛意味真實的腳擺 到底是怎樣 會出現這些雞腳擺 我們也沒有要盜盜版的意思 我們就只是一個示意 先跟客戶說 我們這裡很適合做這些店面 原來我這裡的腳擺是建廣人類 這裡很適合開這些店面 建廣有一個公法 不過是這個 這樣做可能已經犯罰了 這樣的行為 確實有可能會被認定 有攀附知名企業商業的行為 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 二十五條 會影響公平競爭的行為 台東市發揮社交消費者 向務長心認為建廣 向連鎖上店的做法 可能已經違反公平交易法 向消費者動作說 他們的建案旁邊的生活機能 很好 所以會想買 依照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五條的規定 可以發上官二千五百萬 那如果依美精神的交代 是因為醫療法 上官可以發二十五萬 是因為醫療法 所以我會再讀 廢院法